请问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年轻人 阳寿未到 燕尼苏婆 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快来结引往生西方 佛菩萨会不会满怨 想尽快蒙佛结引往生西方 属虚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了解学佛 一定要有平时的心 佛法不离世间法 不能搞得怪异 那么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的发愿 是临命忠实来结引 临命忠实来结引 就告诉你 你命中有的阳寿 你要活够 活到 你如果非得阳寿还有十年二十年 你就不过了 不过呢 那你跟阿弥陀佛太干了 阿弥陀佛是临命忠实来接引你 你非得不听话 没有这个必要 你这一念心就是照望的心 你没有这个必要吗 你的思维道 临命忠实阿弥陀佛来接引 我现在随分随地 有多少寿命 我过完我的寿命 而且在这个寿命的过程当中 我好好念佛 尽量增强往生的品位 如果你的菩提心发起来 我还要做阿弥陀佛的使者 传播净土法门 多带几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不是挺好吗 所以你不要想到赶快去 而是恳切地要求阿弥陀佛 临命忠实来接引就好了 阿弥陀佛